日本研究发现血管变硬,问题出在早餐上。 医生提醒,三种早餐应撤下餐桌,千万别再吃了。 李先生今年65岁,长期受到高血压和高血脂的困扰,家族中也有心血管疾病的历史。 医生特别提醒他要注意饮食,避免过量进食,选择低脂健康的食物,并且要控制体重。 为了减轻体重和降低血脂,李先生决定不吃早餐,希望这样能帮助他达到目标。 然而,最近李先生出现了头晕、胸闷和呼吸困难的症状。 他担心自己可能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,于是决定去医院进行全面检查。 在进行体壳时,医生发现李先生体型偏胖,并且了解到他长期不吃早餐。 这表明他的饮食习惯并不健康,长期不吃早餐不仅无助于减重,反而可能导致午餐和晚餐时过量进食。 血压测量结果显示,李先生的血压偏高,长期维持在收缩压160左右,舒张压90mHg左右。 其他体检项目均正常。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李先生的病情,医生为他安排了一系列检查。 血脂检测显示,李先生的总胆固存水平为250mHg每天升,超出了正常范围。 而他的空腹血糖水平则处于正常范围。 心电图检查发现李先生有心律不齐的迹象,可能与血管硬化有关。 超生心动图进一步显示,李先生的冠状动脉存在一定程度的周样硬化,但心脏功能正常。 综合检查结果和临床症状,医生确诊李先生患有冠状动脉周样硬化。 这是由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血脂血压异常引起的。 医生向李先生解释了检查结果。 李先生对此感到困惑。 为什么我不吃早餐?控制饮食还会发生心血管并发症。 医生解释说,长期不吃早餐会导致内分泌系统失调,影响胰岛素功能, 使得脂肪和葡萄糖无法有效分解和代谢,从而导致脂肪堆积和体重增加。 过多的脂肪可能会进入血管,引起血脂升高。 因此,李先生需要改变不吃早餐的习惯,并制定一个健康的饮食条理方案。 通过这个病例,我们深刻认识到早餐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。 接下来,我们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科学原理。 一、日本研究发现血管变硬。 问题出在早餐上是真的吗? 在日本,一项关于饮食习惯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。 这项研究涵盖了82,772名志愿者。 他们被随机分配到两个组别。 一组是规律吃早餐的人,另一组则是不吃早餐的人,但其他两餐保持正常。 这样的设计使得两组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对比。 研究结果显示,与吃早餐的组别相比。 不吃早餐的志愿者在脑粗重和脑出血等疾病上的发病风险显著增加。 具体来说,不吃早餐的人群中,中风的风险增加了18%,出血进脑粗重的风险更是上升了36%。 此外,不吃早餐还可能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。 这是因为那些经常跳过早餐的人,在经历了一上午的饥饿后,午餐和晚餐时往往会吃得更多,有时甚至会导致过量进食。 这种饮食习惯可能会导致胰岛素分泌的延迟,进而引发胰岛素功能的紊乱,对血管健康产生不利影响。 由此可见,不吃早餐可能会对血管健康造成负面影响,增加血管周样硬化的风险。 从而引发一系列心血管疾病,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急性症状的发生。 其他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,表明不吃早餐对心脑血管疾病有显著影响。 美国《心脏病学会》杂志GACC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, 从未吃早餐的人在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上明显增加,尤其是中风死亡率。 这是因为不吃早餐可能会增加血管周样硬化的风险。 早餐的时间选择也对心脑血管疾病有影响。 2023年6月,国际流行病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, 9点后吃早餐的人群与8点前吃早餐的人群相比, 发生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了59%。 这是因为不吃早餐可能会影响血糖和血脂的控制。 自然通讯在线报道的研究也显示,早餐值得越晚,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越高。 通过这些研究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早餐与心脑血管疾病之间的联系。 不吃早餐或早餐吃得太晚都可能对心脑血管健康构成威胁。 这进一步强调了早餐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。 人体的生理功能是由神经系统、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等多个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。 内分泌系统在人体的代谢和调节中扮演着关键角色。 在内分泌系统中,胰岛素是一种关键的激素。 它促进葡萄糖的吸收和利用。 进食后,胰岛素的分泌会增加,以帮助身体利用和储存能量。 如果跳过早餐,人体会长时间处于空腹状态,这会抑制胰岛素的分泌。 这可能导致血糖水平持续升高,而胰岛素的分泌却无法及时响应。 长期下去,这种情况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,及胰岛素的效果减弱,无法有效控制血糖水平。 最终,这种胰岛素抵抗可能导致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和炎症反应,加速血管硬化的进程。 因此,按时吃早饭和早饭吃什么对我们非常重要。 有三种早餐不建议长期使用。 下面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。 二,医生提醒。 这三种早餐应撤下餐桌,千万别再吃了。 第一种早餐,糕点和甜点。 糕点和甜点作为早餐。 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诱人的选择。 它们以其丰富的口感和甜蜜的味道吸引着我们。 但这种早餐选择可能并不那么健康。 这些食品往往含有高量的糖分和脂肪,而蛋白质和纤维素的含量却相对较低。 这种营养不均衡的饮食模式会导致续糖水平在短期内迅速上升,随后又迅速下降。 这不仅会让你在上午感到疲倦和饥饿,还可能对你的长期健康造成影响。 长期以糕点和甜点作为早餐,可能会增加患糖尿病、心脏病和肥碰症的风险。 这是因为高糖食品会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,导致续糖水平波动,而高脂肪食品则会增加体内脂肪的积累,从而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。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,我们可以考虑一些更健康的替代品。 例如,水果不仅能够满足我们对甜食的渴望,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。 同时,它们的纤维含量较高,有助于维持血糖水平的稳定。 酸奶是另一个好的选择,它不仅含有蛋白质,还富含益生菌,有助于肠道健康。 叶麦片和全麦面包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它们富含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和纤维,能够提供持久的能量,帮助你保持饱腹感。 第二种早餐,加工肉类或咸菜。 加工肉类和咸菜是许多人早餐中的常见选择,但这种饮食习惯可能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。 加工肉类,如熏肉、香肠、火腿和培根等,不仅含有大量的盐分,还可能含有多种添加剂和防腐剂。 这些成分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,因为高盐饮食与高血压有直接关联,而高血压是心脏病和中风的主要风险因素。 咸菜虽然能够为早餐增添风味,但它们同样含有高量的盐分,长期食用可能导致那摄入过量,影响血压水平。 此外,这些食品通常缺乏蔬菜和水果等健康营养素,如维生素、矿物质和纤维素,这些都是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须的。 为了改善早餐的营养质量,我们可以考虑一些更健康的替代品。 主鸡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它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,还含有必须的氨基酸和维生素,有助于维持饱腹改和提供稳定的能量。 豆类制品,如豆腐、豆浆和各种豆子,也是优秀的蛋白质来源,同时含有健康的脂肪和纤维素,有助于控制续糖水平和促进消化健康。 第三种早餐,素食早餐,通常包括汉堡、薯条、烤面包和鸡肉卷等快餐食品。 素食早餐通常含有高热量、高脂肪、高盐和高糖的成分,但却缺乏足够的蛋白质、纤维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。 长期食用这种营养不均衡的食物可能导致营养不良和健康问题。 如果需要快速的早餐,可以选择一些更健康的替代品,如酸奶、水果、叶麦片或全麦面包。 这些食品含有更多的纤维素和蛋白质,能够帮助你保持饱腹感和稳定的血糖水平。 在选择早餐时,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糕点和甜点、肉类早餐和素食早餐等不健康的食品。 这些食品含有大量的糖、脂肪和添加剂,会增加患糖尿病、心脏病和肥胖症的风险。 相反,我们应该选择一些更健康的替代品,如水果、酸奶、叶麦片或全麦面包。 这些食品含有更多的纤维素和蛋白质,能够帮助我们保持饱腹感和稳定的血糖水平,有助于保持健康和活力。 按时吃健康的早餐对心血管疾病具有预防作用。 除此之外,预防心血管疾病我们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。 三、中老年人如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? 一、锻炼身体。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,我们常常忽视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。 然而,定期进行适度的体育锻炼对于维护心脑血管健康至关重要。 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保持活力,还能预防多种慢性疾病。 有氧运动,如快走、跑步、游泳和骑自行车,是提高心脏和肺部功能的有效方式。 这些运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,降低血压和胆固醇水平,从而减少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。 此外,有氧运动还能帮助我们控制体重、增强耐力,提高整体的生活质量。 力量训练同样不可忽视,它对于增强肌肉和骨骼健康至关重要。 通过定期进行力量训练,我们可以提高新陈代谢率,增加肌肉量,减少脂肪,从而改善身体线条和外观。 力量训练还能提高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力,减少因肌肉无力导致的受伤风险。 为了达到最佳的健康效果,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有氧运动。 这可以分散在一周内进行,例如每天30分钟的快走或跑步。 同时,每周至少进行两次力量训练,可以是举重、做俯卧撑、深蹲等,以确保全身肌肉群都得到锻炼。 二、戒烟和限制酒精。 心脑血管疾病是全球范围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,而吸烟和酗酒是其重要的可预防风险因素。 了解这些不良习惯对健康的影响,并采取措施减少它们的危害。 对于维护心脑血管健康至关重要,吸烟不仅会导致血管收缩,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,还会增加心脏的负荷。 从而显著提高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银草中的尼古丁和其他有害物质会损害血管内壁,导致动脉周样硬化。 这是一种动脉壁内脂肪物质积累的病变,会阻碍血液流动,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。 戒烟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最佳方法之一。 戒烟后,身体会开始自我修复,血管健康逐渐改善,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也随之降低。 戒烟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,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好处会变得更加明显。 例如,戒烟20分钟后,心率和血压开始下降。 戒烟一年后,关心病的风险可以降低到非吸烟者的水平。 血酒同样对心脑血管健康构成威胁。 顾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和心脏负荷增加。 长期血酒还可能导致心脏肌肉疾病和心率失常。 因此,建议限制酒精摄入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在维护心脑血管健康的过程中,定期检测血压和血脂水平是至关重要的一环。 这两项指标如果超出正常范围,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。 因此,采取适当的措施,来控制血压和血脂水平显得尤为重要。 这可能涉及到药物治疗,也可能需要我们调整生活方式,以实现更健康的生活状态。 首先,减少盐分的摄入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控制血压的方法。 高原饮食是高血压的一个主要诱因。 因此,通过减少食物中的盐分,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压。 此外,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也对降低血压和血脂水平有着积极作用。 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,如全穀物、豆类、蔬菜和水果,不仅有助于消化, 还能帮助我们维持健康的血压和血脂水平。 Omega-3脂肪酸的摄入同样不容忽视。 这种必须脂肪酸对心脏健康极为重要。 它能够降低血液中的甘油酸脂水平, 同时提高高密度脂蛋白HDL及好胆固醇的水平。 富豪Omega-3的食物包括生海鱼类、坚果和种子。 它们都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除了饮食调整,保持适当的体重也是控制血压和血脂的关键。 肥胖会增加心脏负担,导致血压和血脂水平升高。 通过均衡饮食和规律运动,我们可以有效地控制体重, 从而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需要采取综合的措施, 包括健康饮食、适度的体育锻炼、气烟和限制酒精, 以及控制血压和血脂水平。 通过坚持这些健康的生活方式, 可以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保持心脑血管健康。 日外研究发现血管变硬与不吃早餐有关。 其他研究发现早餐吃的过晚, 也会导致心血管疾病风险上升。 除此之外,早餐的内容对心血管疾病也有着重要的影响。 提醒大家糕点或甜点类早餐, 加工肉类早餐以及素食早餐应该尽早撤下餐桌。 这些早餐无法满足我们的营养需求, 通常包含高盐高脂等不健康的营养素。 长期吃这些早餐, 很有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风险上升。 前面提到的李先生患有高血压和高血脂。 为了控制体重降低血脂, 长期不吃早饭, 通过检查发现, 患上的冠状动脉周样硬化这一心血管并发症。 通过一系列检查, 发现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竟然是不吃早饭。 通过这一病例, 我们能够了解到早饭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。 我们一定要按时吃健康的早饭。